截止到周三上午 大休斯敦地区的病毒感染人数为 23908人 482人死亡 9247人痊愈 德州的感染人数为 77253人 1853人死亡 全美的感染人数为 2046577人 114189人死亡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 当地的其他新闻 周二在弗洛伊德的葬礼上 休斯敦市长特纳宣布 将亲属执行令 禁止制法人员在执行警务时 采用押禁术和索猴的方式 同时市长也表示 这项执行令要求警方全面的报告 警员被要求在首先使用 其他非致命的行动选择之后 最终才能采取致命的行动 根据德州医疗机构的报告 本周二 德州病毒确诊病人入院的人数 首次超过2000人 一共达到2059人 在休斯顿德州医疗中心 哈瑞斯县和其他7个临近的军县 每天的确诊人数 出现了第二次的新高 同时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显示 正好和德州复工的时间相吻合 休斯顿太空人队传奇 Ken Caminiti的23岁女儿 Nicole Caminiti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对她成长的Pican Grove 所经历的种族歧视问题 发表看法 她针对这个社区的文章 提出该社区的民众 应该认识到种族系统上的问题 并了解作为非裔邻居 在社区生活的不愉快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